好这个法律条文 宪法第四条 中华民国领土固有之疆域 依其固有之范围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 那什么叫固有的疆域 各位中华民国的领土固有疆域 指的是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合在一起叫固有疆域你知道吗 使得我国像同学都开玩笑说 大陆是我们台湾的领导对 你这个讲法其实我也觉得很有创意 也没有错 使得我国目前领土范围与实际统治范围 因历史因素解读不同而有所落差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 大法官说这是个政治问题 你不要问我 好 何者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况 A 我国宪法针究条文 为使法规与时俱进 将台澎金马等称为自由地区 B 宪法针究条文为了避免法规不合时宜 称对岸为大陆地区 不要再讲内地了 你讲内地那我就说难投 好不好 内地是他们的讲法 我们都是说大陆地区 好 不过其实我发现台湾最近也是 受到大陆的用语影响很严重 对不对 看那个新闻报道都是这样的 西 台海两岸的政府对于一个中国原则 虽然宣称在九二共识下 却各有不同的解读 对 我们说这个一中各表 对 好 在我国目前治权的范围 好 注意看好 我们的主权 依照宪法 包含中国大陆 治权 仅限于台澎金马 南沙群岛的太平岛 但是 钓鱼台是有争议的 南沙 有另外一个 也是我们台湾的 它是个脚 还不能称之为岛 它大概是长100公尺 宽100公尺 好 那南沙群岛的太平岛是0.5平方公里 还蛮大 什么叫0.5平方公里 大概是两个中正纪念堂吧 然后还包含了中州交 在太平岛的旁边 所以这题只有C选项 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 那这个解读当然是不同 我们讲中华民国 他们讲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 所以我们这题答案选的是C